花蓮市公有零售市场113年联合促销活动 三个星期下来振兴了各个市场的买气 创造了效益预估达到了340万元 那么市长为家宴今天上午是前往了中华市场摸彩 抽出百项的大奖 并且也期待持续为辖内五大公有市场来做行销 鼓励民众前往公有传统市场 使用花蓮振兴券来消费 享受折扣好康以及在地的人情味 花蓮市五大公有零售市场 从9月26号起办理10个厂次的促销活动 民众只要购买满一台金商品就可以换得摩彩券一张 满三台金就可以加码50块钱抵用券 三个星期下来总共发出了22000张的摩彩券 还有6000张的抵用券 让各个市场买气抢抢棍 10月17号举行了闭幕抽奖活动 市长卫家院鼓励民众多利用振兴券到传统市场来消费 那在这边我们已经累积了2万多张的摩彩券 那也发出了6000多张的一个抵用券 那我们初步刚刚有展到初步的效率大概300多万 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主委 以及我们市场所同仁非常非常用心 每年举办非常多的一个市场的活动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许多会县长 发出了我们这个振兴券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用振兴券来振兴我们的公有市场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各级的一个长官 尤其是花莲市民代表会 我要特别感谢代表会给我大力的一个支持 那未来如果还有办理各个相关的活动 请代表会再全力的来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花莲市民代表会也呼吁乡亲 把振兴券用在花莲在地消费 才可以达到实质的意义 也在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们振兴券已经发放了 那网络上都会看到所谓的1比2千8个东西 1比2千7 卖不卖掉为不违法我不知道 但是编了这笔预算用了振兴券 它是要让花莲的 只能在花莲消费 让花莲的经济能更活络更流通 那如果我们换成现金之后 带去外线市消费 这笔钱就没有留在花莲 如果这个10亿能在 这个半年在花莲恢复期当中 一直都持续的在我们花莲市流通 甚至整个花莲线流通 对我们才是有真正的帮助 真正的振兴 所以我呼吁 我们所有在场的好朋友 我们回去 如果有听到朋友说 他希望把振兴卖给2千7、2千8 我们跟他说 花莲有很多地方用振兴券来买东西 有加买 他远超过3千的价值 让他如果不去别的地方买 也来我们市场买好不好 吴大公有市场管委会 也非常肯定市工所举办的促销活动 那市场所跟市工所这边啊 很积极的一直在帮我们争取 想办法找机会找活动 想要透过很多行销的管道跟机会 来把我们的产品能够销售给我们的内区的一个市场 鼓励民众到我们这边来消费 不管是经济库这边 我们最近有征集到的加倍券 每个月有4次的发放 再加上我们市工所这个活动 我们每一周大概都将近放大了3成的营业额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曾经券刚发放的隔天 我认为我们市场大概提高到4成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摊商好朋友 大家自己要先做一个行销的一个策略 因为刚刚主任说的非常好 我们看短也要看长 这机会真的不是常常有 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等于是跟我们的好朋友做一个情感的交流 不要只是赚钱而已 这一次抽奖活动是由市长威家燕领贤 依序抽出幸运得主 中奖名单10月18号会公告在各个市场的公布栏 还有花莲施工所市场一指通的网站 并且会用电话来通知中奖者来对讲 中奖的人在11月8号前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班时间 要期待存职联还有国民身份证 前往重庆市场二楼的管理所办公室来领奖 世事享乐活 清静又好康 耶 捷律会欢迎市报道 好